哇 鲜花 呜 自己喝严重吧 哇 福祀天祈福 哦 从这边 祈天祈福 哇 分享在印尼生活的点点滴滴 王爷们好 亲身们好 我是印尼小松 今天啊 是春节 小松来到了 在首都雅加达的华人区 老的华人街旁边呢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庙 叫大使庙 大概可能有 两百多年吧 应该是 好 我们现在看一看 今天的香火怎么样 OK Let's go 看看 也叫凤山庙 我看它重新都刷了漆了 你看旁边全都刷了漆 今天人不是特别多啊 石狮子 中国的味道啊 石狮子 看门 叫什么 静和安平 哎 应该是平安 和静平安 和静平安 哇 看看 这边全是蜡烛 灯笼 高高挂 前面是供给发财 还有军人看守啊 本来小松每年来的时候 人都特别多啊 今天呢 小松来早了 刚才我问了一个保安 保安说呢 如果是春节这一天呢 一般是晚上的时候最热闹 就是六点以后啊 就是这边他有活动啊 然后 华盛华桥过来拜的特别多啊 然后就是大年初一啊 人特别多啊 以往小松来的时候都是初一以后 所以香火特别旺 那今天呢 可能这个时间 可能大家都在家里过年的时间啊 对吧 吃团圆饭的时间 好了 我们往里边看一看 对吧 你看 每年这个中间全是这个蜡烛 今年好像特别多啊 以前我记得就中间这一排 一排是蜡烛 如果没记错的话 去年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今年是弄了 这个对面 有两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看来 今年是农年啊 就是不一样啊 看 2024 恭喜发财 这边拜着佛 大石庙 凤山庙 你看 后边这个 写的是 大石庙 也叫凤山庙 他的印尼文的名字 好 好 香福啊 怎么样啊 这边都先洗手 这边拿着这个香来卖 祈福啊 祈天赐福 你看 里边都 有这个 橘子呀 苹果呀 年糕啊 还有各种罐 哇 这是用纸叠的 纸叠的龙啊 不知道 是小朋友们叠的 还是 这个 看看咱们的这个神仙啊 这个是 军地 圣 什么呀 葡萄里面王 张翠啊 对 对 对 这边是什么样子吗 对 这边是什么样子吗 对 对 不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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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松不认识 小松就知道观音和佛 觉得不太熟 可能在东南亚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新加坡 华盛华侨拜的这些 神仙可能都有点相似 我记得以前 比如说在中爪哇有拜正和 有正和庙 还有这种拜关公 拜财神 十八罗汉 什么土地公 好像有很多 王母娘娘 王母娘娘也是 这就是王母娘娘吗 还真是 母佛观音佛母 观音佛母 这个是神正德福 还是福德正神 福德正神 从右边往左边念 这个又是 我都不知道 花公花母 哇很多啊 很多神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只有信佛的人啊 或者是信这个 拜这个神的人啊 才能理解啊 我们理解 非常的謙虎 第三个 圣母娘娘 王母娘娘 这边也是啊 他这个可以在这买这个箱啊 还有可以奉献啊 在这里面 买箱奉献 然后就可以上香了 今天人 这中午的人确实不过 小松来了这么多次 还是第一次看的人这么少啊 可能就是时间不对啊 因为这个时间是家里边 亲人吃团圆饭的时间啊 来到了 他都有一些仪式 在哪先拜 在哪后拜啊 双手合并啊 这个蜡烛也是为了点这个香用啊 玉皇大帝 在这里边是这个玉皇大帝的这个 拜的地方 把这个蜡烛放在这里 这写着玉皇大帝 但是这个天哪里边是这个 蜡烛拍摄的这个 好了 今天小松啊来早了 如果晚上 可能要跟家里边吃团圆饭 跟这个岳母 所以晚上不一定能过来 如果有时间小松再过来看一看 如果没有时间 可能以后再找时间吧 好了 今天为大家分享了 这个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 华人区的大使庙 也叫凤山庙 这个一年又一年 一天又一天 时间过得真快 我记得上一次在这录像的时候 还是去年呢 兔年呢 时间一晃又到龙年了 好了 一泥小松在大使庙 凤山庙 欢迎大家收看和点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起天赐福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